时间过得真快 4月份要结束了 下个月5月份我们就要缴税了 大家好 请上来 这个礼拜天天帮您掌握报税最前线 报税的期限政府现在说 依旧维持在5月31号5月底 可是因为怕疫情变严重 所以财政部说如果有必要会延长 只是5月报税有三个重点先教大家 没错 跟我们在股票市场当中 其实最为相关的 是我们过去在股票市场的资本利得 它是不算所得税的 但是现在规定如果是未上市贵 就大股东内部的股份的处置的话 那要算所得税 所以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再来就是这一次 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抵免税 基本生活费已经调高到19.2万 去年是18.2万 那因为它是一个抵扣税额 所以调高的话就代表 你可以抵扣的税额变多了 能够缴的税可能就会因此变少 这只因为通膨压力拉高了 才把我们基本生活费的金额 可以扣到的金额增加 讲的这个就很好 因为通膨有反映在基本生活费 但是通膨并没有调升 课税的所得机具 所得机具跟去年前年一模一样 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 那再来第二点 是卖旧制的房屋 尤其在2016年房地合一税之前 现在是要报所得的 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正常是这样子 就我们在买卖房屋 自从16年的房地合一税之后 假如你在16年买 然后之后卖房子的话 是当下他就已经克了税了 就是不需要靠所得税的 可是你在16年以前买的房子 比如说你在2010年买的房子 现在才卖的话 那你要记得报所得税 这个是提醒大家的一点 什么叫做房地合一税 简单来讲 我们过去在买卖房子的时候 基本上是等到一年 再去报一次所得税 对 那房地合一税就是 你在买卖当下移转的时候 马上就直接克你税了 OK 这是区别 因为我知道房子都会有房屋税 还有地价税 对 那房地合一就是买卖的时候 那时候就爆掉了 没错 OK 好 那我们先重新回顾一下 我们到底缴的税额以及它的低免税额差别在哪里 简单来讲 我们必须先理解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克税的金额是综合的尽所得 而不是你总收入多少 这是第一点 那综合的尽所得怎么算呢 简单来讲就是先看你总共在今年赚了多少钱 所得的总额开始就扣掉免税额了 那基本上一个人都是八点八万必扣的 免税额就是不用缴税的钱 一个人八点八万 像我们家这个两位有哥哥跟妹妹嘛 所以一家四口 这个八点八就乘上四哦 没错 再来 再来就是标准的扣除额十二万 那你标准扣除额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用列举的扣除额当中来计算 那折一 就是说看哪一个资金量比较大 你到时候可以抵扣的税额就比较多 好 所谓的列举就是我看医生 我额外捐给了这个 其他的这个扇薪的单位这些等等 这又用列举的 但这就是一般的警示 没错 那再来就是减掉一个特别的扣除额 这个特别扣除额 每个人的薪资的特别扣除额是二十万 那简单来讲 因为基本生活费 它是你在家庭统一报税的情况底下 才会来予以进行低眠的 所以正常 比如说像我一个人的话 要报税的话 假设我的年收入是五十点八万 怎么可能 假设嘛假设嘛 对不对假设嘛 很多对不对 对我来讲很多了 那我们把免税额 标准的扣除额 还有特别扣除额加起来 是四十点八万 也就是说我所要缴的综合净所得的税 其实才十万块而已 而这十万块呢 我要根据我的累进税率差额 来克取相关的税率 比如说我的 因为综合净所得才十万块 那克税的急剧 它就在五%左右 五%呢 是零到五十四万 也就是说我十万块要克五% 我要交五千块的税 这个是以单一个人来计算的 但是如果你是家庭的话 我们就要特别探讨到了 基本生活费 它跟特别扣除税额 它中间有相差的一个差额在 所以我们就必须去比较两者 哪一个可以抵扣的税额比较多 因此我们在一家四口当中 来做比拟的话 就会发现 如果你家庭有小孩的话 你这个特别扣除额 它的比例就会增加很多 也就是说小孩越多 你缴的税其实越来越少 还有我要养妈妈 爸爸这些都放在这个地方 没错 所以我们就往下看 来给各位做一些理解 七大类特别扣除额 这个七大类的特别的扣除额 它叫如何来进行结税 那这七大类主要有这几项 第一类就是财产的交易损失 那你就是核实来进行论略 那第二项 什么叫财产交易损失 就是说你在本身 自身财产进行移转的时候 有一些重大损失 这个时候国家可以看到你 因为内部的重大的损失 予以一些财税上的一些减免 类似这样子 那二十万就有核实认裂 这边你可以减除 你卖房子赔了 二十万就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认裂掉 好 再来 再来就是薪资所得 每个人是二十万 但是各位要记住一点 就是最多的减除 类别的所得就是零元 什么意思 假设你的薪资所得 只有十万块 那你就会想说 那是不是国家要退我十万块 因为我的减免税额是二十万 没有 就是如果你的税额 是低于二十万的话 那就是用当下全扣掉 直接减回零 那再来一些比较特别的 是幼儿的学前 一个人可以报十二万 但是是五岁以下的 要记住一下 然后再来像是身心障碍 就要特别报一下 一个人也是二十万 那再来像是长期照顾 就家里有老人的话 一个人可以有十二万 而教育学费的部分 各位要注意一下 是专门针对大学生 就是大学生的话 一个人是二点五万的 一个抵扣税额 那我问你 我哥哥跟妹妹都是大学生了 然后一个大四 一个大一 所以我就会 两个算起来 我就会有五万的教育学费扣抵 没错 是这样 没错 可是我是要说 光一学期就 算我妹妹念东吴 都已经五六万了 根本不够 对 而且要记住 休学的话不算 就是你真的有在缴学费才算 所以要特别注意点 因为有些人 他是在大学生 就已经开始自己赚钱 开始报税了 但是如果自己赚钱 自己报税的话 那你本人的话 就不能用本人的学费 来进行抵免 除非你是爸爸妈妈 压力很大 才可以用这二点五万 来进行抵免 对啊 你看爸爸妈妈 我就把我两个孩子 念大学的话 来进行抵免了 跟您报告 七大类就是这七大类 特别扣除额的 以上您所看到这些的金额 都比去年报税的时候 来得增加 在某种程度 也是减轻我们缴税的负担 只为通膨压力大 所以这边全部都拉高 来 最后一张来试算一下 好 我们直接做一个试算 假设是一家四口的话 母亲的年薪是75.3万 父亲是70.8万 那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两人有工作 所以他都有薪资的 特别扣除了20万 那边两个人就乘以二 所以这是第一点 那我们要如何来确认 自己到底抵税 可以抵多少呢 我们主要是看基本生活费 以及他跟他比较公司当中的差额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19.2万 它是一个基本生活费的 一个单一开销 四个人的话就有76.8万 这我把它背检 因为我们家就是这样 然后继续 对 但照理来讲 你超过76.8万 如果你本身的开销 相对来看的话 比较大的话 那可能换算起来的话 会超出市场预期太多 其实他有一个 最低差额的一个限制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从他的免税额 标准扣除额 除去教育 相关进行加总之后 才能进行统计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免税额 8.8万 因为有四个人 所以就是35.2万 没错 那标准扣除额 因为一个人是12万 两个人配偶 就是24万 那除去额 我们就假设有个3000块 有个8000块好了 稍微加总一下 赚的钱不多 就当做利息的一些存款 我跟你讲也对 现在钱放在银行 利息也那么少 很少人在放银行的 对 好 那就是1.1万 那假设在教育学费当中 一个小孩正在念大学 另外一个还没上大学的话 那就是一个人 2万5 2万5 好 那我们就可以算 中间的差额 就是这个基本生活费 跟他实际解消出来 比较公式的差额 就是我用76.8万 我的基本生活费 去减掉这四个加总 然后得出来就是14 这个14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待会再报所得税的时候 就可以再抵14万 我们是这样子来进行计算 懂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重新来计算 我们可以扣掉这14万 所以我们把父母的薪资水平 总收入先加起来 这边这边 75.3加上70.8 妈妈爸爸 然后减掉了呢 免税额标准扣除额 储蓄额 然后教育学费的扣除额 对对对 然后还要扣除掉 刚才计算到的 薪资特别的扣除额 两个人20万乘以2就40万 对 再多减掉 刚才我们讲可以抵免的14万 基本生活费的差额 对 接下来剩下就是29.3万 才是你要报税的钱 对 你的尽所得 所以你要报税的钱 不是75.3加70.8 错 净所得是只有29.3 拿这个去报才对 对 很多人计算错误 我想说140万 所得急剧12% 算下去不得了 对不对 你只要报29.3万 进行税务的计算 因为它低于54万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叫乘以5%就好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双薪家庭 年薪加起来140多万 它其实要缴的税额 才14000而已 对 14000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所以市场上 我们在进行统计的时候 要把它两列进行加总 但是其实在国税局的官网上 它可以直接进行比较 就是说到底哪一个税额 比较符合于你的利益 那我现在有帮大家算一下 如果是一家四口 两个小孩 有父母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120万以下 都是免税的 就是说你的年收入 在120万 基本上都不用缴税 先生跟老婆加总起来 对 OK OK 120万以下是不用缴税 因为我们有七大列 特别扣除额 这么一扣 家庭的年收入 爸爸妈妈报税的 这港加总起来 120万以下不用缴税 没错 所以很不错 所以这个人数 不用缴税的人数 应该今年是增加的吧 没错 是吗 感谢庭后 非常谢谢您了 请回座 今年因为下个月 就要开始报税了 是去年所得 在今年五月份 要开始报税 那今年呢 注意一下 有三个重点 这三个重点呢 我就不再赘述了 刚刚呢 针对了 免税额 标准扣除 储蓄扣除 教育学费扣除 基本生活扣除 还有这边呢 生活费的总额 这边加总 您好帮您算出来了 您得先得到 不是看这个 这个是您去年的 爸爸跟妈妈 所得到的总收入 可是呢 全部扣掉之后 会得到一个 原来这个家庭 一家四口 您的净所得 什么叫做净所得呢 就是干干净净的income 扣掉这些 该扣掉 不用缴税的这些 扣掉之后 这叫净所得 所以呢 如果收入是这样的话 那应纳的税额 才一万四千 一万四千六百五十块 当然呢 这已经是我们拉高了 这个刚刚七大 特别扣除额 拉高一点点 叫的税才比较少 感谢婷刚刚也讲 如果呢 爸爸妈妈 总值你的家庭 总所得 是在一百二十万元 以下的话 这一次呢 因为我们可以 特别扣除额的金额 各大项都拉多一点点 您是不用缴税的哦 年收入一百二十万元以下 所以自己试算一下 五月份就要报税了 很多您的权益 要先把它弄懂 以上的结论 听到正确吗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进广告 回到先讲之后 下一个大主题 这个也是正确的 完全不用怀疑 本身呢 它一开始就标榜 标榜着 它是高配息的ETF 所以好多人买它 定期电源买它 想说呢 过这些生活 可是呢 为什么标榜是这样 却未必每次都配息呢 我们拿证据给您看 因为呢 0056 006 426 曾经都发生过 这样的状况 那怎么办呢 我们之后买ETF当存股 要小心支援 告诉您 这样的状况 再让您看